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初恶新美的嘉宾 就是要财政权市务总监郭司智郭sir 郭sir 你好 郭sir 看看大事表面 看到恒指今天升价高开163点 现在到23322点水平 而期指方面升176点 暂时低水175点 国企指数升61点 到12910点 看到今天港股做得不错 看到今个星期都有很多因素左右着港股 可否做好一点点 事势我总是觉得这次的调整 是一个技术上的升后回徒 大家细心想想 3月17日的22123 升到4月8日的24468 15日内急升至2345点 当然不知需要消化和整股 事实上这个高低位 亦是2011年的高低位 往后有更加高的指数 或者更加低的指数 但看形态 所以我自己觉得以蓝筹股大12倍 多一点的市盈率计 其实更加高的指数在后面 这是比较合理的 由24468点回吐 经过一个月左右 去到上周五的22985点 即是回吐1483点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事实上很多的主要的蓝筹 包括长和 中移动和中资银行股 是业绩公布了 不过还未随息 只不过大市吴明朗 多多少少有些零零碎碎的沽压 加上一些衍生工具的主导 令到波幅升和跌都会稍为扩大 去到现在的水平 即是五月中旬坐银行时间 其实有条件稍为断定 尴尬的地方在哪裏 大家要留意 23400到23900点 这500点之内 就宽了10天、20天、50天和100天线 即是四组平均移动线 都在这500点之内 如果市能够走回到24500楼上 即是应该这样说 回到24450楼上 23450楼上水平 其实理论上来说 可以慢慢慢慢 首先修复了一条50天线 一回到50天线上 整个形态就断定下来 但多同之 今个月份仍然是一个先高后低的格局 高位是3号的23924点 而低位暂时来说 两个星期五的22985点 即是五月份暂时来说 是跌了939点 你说够不够呢 其实四月份的市跌1000点 五月份如果幅度再收窄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差异 但这几百点波幅 似乎还是比较窄的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大市仍然够回到50天线上 整个气氛就完全不同了 最低限度漸漸摆脱了 进一步下市低位的威胁 大胆点说 由于三月份日本的地震 海啸加上一个核事件 令到三月份的市 曾经一度跌到22,123 即是说 本身三月份是炒业绩的 大家买好地货等到四月份升 五月份有高位就慢慢回吐 这是传统的智慧 谁不知三月份出现的日本事件 令到市提早两个月跌下去 握不住那些 在那一刻震了出去 真是没办法 因为随之宜的市 在15天之内急升至2345点 这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但要带出一点就是 捱不过在三月份沽货的 想回马昌想买货 可能是追不及的 真的追不到 不停升 看高点看高点 现在市场下回来 其实可能心情会比较缓和 因为最低限度 有机会在低价 慢慢回补出货 不过当然不知 对一些中资银行股 可能要买回 真的要贴钱买 但如果捱过三月份 没有沽货的投资者 这一分钟我相信 都会继续观望 因为三月份不沽 第一当然是看好后市 第二 你没理由不收股息 当然要收股息才算 最坏的那一刻你都捱过了 现在这些反复复 我相信一定能够支持 况且我刚才提到 长实有2.5元股息 和黄有1.4元股息 而中移动也有1.5元9,700元股息 整堂中资银行股更加不用说 还是未认识 那就是说拿着货的那些 一定会等收息 收完息 然后才去回股 这些浸费跌下来 其实沽压真的不是很大 不过内核的市场 牛证实在太多 衍生工具主导之下 市一定会有上上落落 只不过五月份 现在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939点波幅 能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好 谢谢郭sir 另外看内地股市表现 上正中的指数 现在升14点 去到2878点 护心300指数 升20点 去到3142点 深圳城市方面 升104点 最新去到12171点 今个星期内地 就会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内地股市表现 你又如何分析 其实A股 我自己觉得 势头有少少是断定了 因为 你说 看一些经济的数据 其实最关注的 都是通胀的数字 中央已经明觉表态 总之一日通胀还是高期的话 调控的力度是不会减的 市场如果估计 银行准备金已经见顶 加息已经见顶 可能都是一厢情愿 亦是因为这番言论 令A股近期走势比较反复 但有点幸运 为何这么说 因为上证指数 在回落当中 上星期曾去到2834点 大家很记得 这是什么关卡 由去年7月2日的低位2320点 拉上去今年1月25日的低位2661点 就形成一道中期的上升轨 近日跌到2834点 是刚好在中期上升轨上 是没有跌穿的 即是整个上升三角形态 暂时来说是没有变 当然不知 第一个技术上的阻力位是2950 还有一个是3067点 这是4月18日的高位 如果能够突破这两点 还有先有条件进一步上市中期的商顶 这个中期的商顶 就是3181点 是去年4月15日 还有3186点 这是去年11月11日 一天未能够突破这个中期的商顶 任何的上升也好 都是市顶的格局 未算是破顶的 不过A股的走势 相对来说也不太差 当然之 如果一天很不幸跌穿 刚才我所说到中期的上升轨 最多都是反复代变 即是高台反复代变 何谓高台 2320点往上去 现在2800 即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高台 我不觉得会有大跌 但是真的通胀的数据 如果由5.4下跌 或者5以下 即是整个势头不单止受控 开始慢慢向下限 市场的释怀心态 就会比较明显 不过无论如何也好 都要看看数字公布成何 去年11月开始 其实相关的 调控措施一直都在进行 医 食 住 行 全方位全部去调控 就算看医生买的药 都一样有调控的政策 不断施以力压 所以我自己觉得最终 今个月如果数字不是见顶 六月份应该慢慢慢慢受控 回来 近日我看了一些新闻 原来那些内地的菜籠 根本上低价买都卖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一段时期 一些菜可能需求比较大 当地政府鼓励農民种多些菜 大家去种 一种出来 供应就大了 令到一些菜价受压 好像有些人都去到菜籠种植的地方 直接和菜籠去买 帮他们度过难关 其实是一件好事 即是说 食物价格只要你供应充足 物价上升 很可能就不会维持太久 这个有利于通胀数字 稍微慢慢慢慢降温 或者逐渐受控 好 谢谢郭sir 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来 仍然都是发达广场的时间 会继续和郭sir看看大事表现 看看恒指现在最新是升147点 去到23306点 即月期指方面升178点 暂时低水156点 而国企指数就升56点 去到12905点 内地股市方面仍然保持升势 上证作业指数升15点 去到2879点 沪深300指数升21点 报3142点 深圳城指方面升110点 稍后回来再见